大家好我是明白 这节课我们来讲另一些知识 讲一些webscript的一些原理 我们先来讲一下上节课的流的那个牛刀小事 抓取评论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到浏览器 然后打开 这是一篇张家伍的一篇文章 我们要抓取它下面的一些评论 大家上节课不知道有没有练熟练 如果没有 我给大家说的是 必须把上节课练到 不用看教程就能抓取成功的程度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 难度是逐渐递加的 递增的 如果前面就是练得不熟的话 后面可能就 有时候会跟不上 我们就是重新开始一下 我创建seedmap seedmap 然后start URL 复制粘贴 seedro 因为这篇文章是讲seedro的 我就取名seedro type就是text 因为我们要抓的就是文字 文字信息 选 现在该选 选评论了 我点击seedro 然后选中第一个 然后到第二个选中 就是你看他提示没有选中的话没有变红 他提示 different type 就是表示我们选错了 他这种方式不能那么选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关掉看一下 他这块提示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他上面好像是以上为竞选评论 上面竞选评论 下面是普通评论 那我们从普通评论开始选 选第一个 选第二个 他还提示 嗯 不同类型 嗯 为什么不一样 看不出来 我们就从第二个开始选 选中 然后选中 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个开始选的话 下面全部都选中了 我们保存 multiple选中 因为我们要抓多个 delay我们填两千 然后保存 好 开始抓起 打screping 发行 好 已经抓成功了 我就不导出了 大家再导出一下 这块 为什么就是 选前两个的时候 他选不了 然后下面的话 也必须从第二个开始选 嗯 这块 还需要就是 一些其他的知识点 我们后面才会讲到 嗯 这就是我给大家 通过这个例子就给大家讲 如果就是 我们练习的话 先练习课堂中的 例子 我给到的课 例子 比方我第一个给的是 知乎的 这个标题 我们就只抓之后的标题 用这种方式 你去抓评论看 虽然他能抓到部分 但是还是上面会有一点问题 如果你去抓简术的标题 或者其他地方的标题 可能还会还是会有一部分漏掉的 因为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最简单的 还不足以应对 就是其他一些 其他的方式的网站 后面我们会讲到 现在这些 就是如果现在讲的话 会有点抽象 我们后面慢慢就是低进的话 会给大家讲到一些更深的方法 好我们 就是上节课的作业就讲到这 我们开始讲这节课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 讲几个就是web script 对付的操作方面的一些原理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这个选择器的选项 大家看这块 上节课我们只讲了 就是怎么选择ID 怎么选择type 这块还有一个element preview 和data preview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选中昨天的那个 抓标题的那个 好我们点进来了 我们直接看 element preview element preview 上面是查看信息 是否选中 我们试着点一下 点击 我原来点回来 在我点击前 大家看 这页面就是正常的页面 我开始 我一点击 大家会发现标题 全部就变红了 它被红框包住 element preview 的功能就是 查看信息是否选中 就我们 之前已经选中第一个标题 选中第二个标题 然后所有的标题都不选中了 element preview 就是检查一下 我们有没有 中确全部选中 就和刚才选评论一样 我们选完以后点element preview 发 你检查一下 会发现 我们是只选中了 从第三个开始 后面的 从第四个开始后面的 就发现这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需要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法 按照某个朋友 就是来检查一下 我们 选的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preview呢 就是预览抓取数据 我们点点一下 可以看到他等了一会 他会弹出一个 界面 这界面就是 也是这些抓取的这些标题 不过他这只是一个预览 并不是真正的抓取 真正的抓取 需要弹出那个 另外一个抓取窗口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选项呢 这他朋友主要就是 让我们检测一下 某一页的 能不能正确的抓取到数据 比如说大家看 专家5上面有42页 如果我们要抓取多页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 在第一页先设置一下规则 然后对大 preview 看一下 如果数据是正确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规则 全部运用到42页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42页 全部中确抓取下来 如果我们 在第一页的时候没有对大 preview 检测一下 万一第一页就是 没抓全 或者是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就直接运用到多页的话 然后实在也全部抓完了 会发现哎 怎么数据不全 这样的话就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在他 preview 就是这个 作用 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规则是否 中确 好 multiple 抓取多个 我要抓取多个 就选中 我们去 如果不选中的话 对大 preview 看一下 看他只会抓取第一个 我们原选中 第二的话 就是延时 延时确保数据加载成功 由于网络问题 如果网络不好的话 同样这个网页 你打开的话 他可能需要两三秒才能将这些数据 加载出来 网络好的话 有时候一秒就能加载出来 有时候一秒就能加载出来 进来我们就抓 这肯定不行的 网络 他一个网页浏览器他也需要返营时间 就你不设置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OK 我们保存 我们看第二个 数据抓取原理 为何选中两个标题后 所有的标题都被选中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 选择标题的时候是这样的 点击select 然后点第一个标题 点第二个标题 然后我们发现所有的标题都变红了 然后保存 为什么他选中第一个标题 选中第二个标题 所有的标题都会变红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片 我举了个例子 比如一个网页中 有很多文章的标题 第一个标题是 《传言没有光》 它的格式会是这种样子 第二个的标题是这个 它的格式也会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标题 它的格式也会是换一种样子 也就是说 它如果是同样的 类型 类型 比如说都是标题 它的格式会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 比如标题的话 我们都会是 比方我举个例子 标题标题它的格式都是A 如果是这块的正文 这块的格式是B的话 这块的格式也会是B 这块格式也是B 如果这块是2.5K 这点的1.7K 这点的877 它们的这块 这块的点赞数也会是同一个类型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抓这个点赞数的话 选点第一个点第二个 它也会全部选中 我们试一下 点这个 点这个 看它全部选中了 因为它们是同样的类型 这也是爬虫可以工作的一个原理 它网页中 相同类型的 同类型的时候 它都是同一个格式 我们点第一个标题 点第二个标题 它就会知道 我们要抓取的都是标题 从来它就会检测出第一个标题的格式 和第二个标题的格式 然后分析出是这个格式 就会将这个网页中所有是这种格式的信息 全部提取出来 于是就将所有的标题全部提取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例行就是同类型自动识别 它可以将网页中 你选择两个 它可以 它就可以将这个网页中的 同类型的信息全部提取出来 当然选取两个 因为是因为我们这个知乎这个 我选的这个知乎的网页比较简单 后面还会有一些 更复杂的一些类型 我们后面再讲 但是它的总体原理就是这样 同类型自动识别 不过有的类型 它可能不是点两个就能选择完的 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负类型 子类型 这块也是很简单 我们后面会讲一下 第三个 slag的选中元素 自上而下 从第一个选 大家依然来看一下 我们选 当时选的时候 是从选第一个 选第二个 然后我发现后面全部选中 我改变一下 策略 不从第一个选 我从第二个开始选 选第二个 选第三个 下面依然选中了 但我们回头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没有被选中的 我们重选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第二个都跳过 我们选第三个 第四个 同样的下面全部选中了 但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选中 这就是webscript的一个机制 你如果一个 你要全部选中标题的话 你必须从页面最顶端的 第一个第二个来选 如果要选中全部的话 从页面的第一个选 如果你就明确的知道 你不要第一个 那你就可以从第二个开始选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从编程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要便利一个网页中的 所有这种元素 你给定一个初始条件 它会从初始条件 加1选中第二个 加i 再加1 选中第三个 再加1 选中第四个 它就会这样依次 按顺序来去 但如果你给的初始条件 不是第一个 而给的是第二个 它就会从第二个开始 加1 选中第三个 再加1 选中第四个 选到末尾就完了 它不会说 从你给的第二 初始条件是二 它走到最后 然后又返回来到第一 编程中就是 这样也是 给定初始条件 它只往后走 不往前到 这也是一种编程的一种机制 但是 从产品的角度来讲 我们有时候 就不希望选中前面的某几个 就希望从某个节点开始 这也是将选择的权利交给用户 这后面我们会 我们后面可能会遇到这种个性化的需求 但是前面暂时还不需要 不需要的话 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选 但有的同学 第一期的时候 有的同学就是说自己没抓权 因为他 大家看这种从而选的话 有时候你可能就第一个点的话 就会从第二个误点到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哎第一个没抓到 就因为你没从第一个开始点 大家如果遇到抓取的数据少了一个的话 可以 点击Element Preview查看一下 你就 看如果我从第二个选 开始选 选 保存 然后开始抓 发现第一个没抓到 这个时候Element Preview就起作用了 我点击一下会发现 哎 我刚才好像没选到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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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我Element Preview点一下 你会发现后面全部是变红的 但是第一个没变红 说明我没选中这一个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错误在哪块了 我们就 点击Slack的 重新从第一个开始选择 然后保存 这时候Element Preview 我们点击看一下 全部选中了 这时候再抓去的话 就正常了 OK 这是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 CSV文件 大家看 我这个张家伟 这个setmap 我取名的是张家伟I 但我导出的那个 CSV文件 它也是张家伟I 就你的setmap名字叫什么 它导入到本地的文件名就叫什么 大家看这个 这个文件名 setmap 张家伟.csv 就是setmap的name 也就是这个ID 从这块来看的话 它会取名叫ID 张家伟I 张家伟I 会作为你这个 CSV文件的名字 当然扩展名都是CSV 这个 不会变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CSV文件里面每列的选项 第一列 script order 这一列是用来排序的 大家看后面它 EI34 前面这一部分 都一样 这块 大家不用关心它是什么 后面它是-EI4 它是用来排序的 大家也不用关心这一列 后面我们会讲一种其他方法 让大家抓取下来的数据 就是有序的 第二列 lapscript.url 这一列就是 我们要抓取网站的 地址栏里的这个信息 这个很简单 第三列title 这个title 然后下面的数据就是我们要抓取的 ID对应的这些 我们选中的是标题 所以它就是抓取的每个标题 这个CSV文件 这每个都 每个都 前两列都是一样的 这后面呢 根据我们设计的 ID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名字 前两列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再讲下一个 select的操作选项 大家看 这是每个setmap 我们点进去以后 我们点进去以后 会发现 这是一个select 它的ID select 选的东西 一个type text multiple选中了 副元素 副选择器 parent select 是root 大家看 这个还有几个 Element Preview 之前讲过了 它不仅是在 大家看 我点击edit 编辑 它就会进入到里面 这同样一个选择器 也有终身改查 和一个文件一样 我们可以新建 add new select 所以我们可以新建 新建一个select 看我这个建了一个空的 删除 新建 也可以删除 我们点击delete 就删除了 刚才我就上了一个测试的 我先重新建一个测试的 看 这个的话有一个delete 反正可以删除掉 点击edit 就是编辑 就是我重新修改一下edit 重新修改一下select 如果我发现 哪个哪块不对的话 可以直接 返回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保存 它就返回到主机里面 也可以点击这块 有一个select 还有叫elemental preview 它这块也有一个elemental preview data preview 这两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elemental preview select它的选项 也和电脑操作文件一样 有增删改查 增加 这个edit select 删除 这块 改 改的话 查看的话 这块直接就可以看到它的各种选项 编辑修改的话 点击edit 好 好我们看下一个setmap的详情选项讲解 也就是中间这一列 第一列就是setmap的列表 这个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到 第三列 一个create setmap import setmap 这个我们 create setmap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 是创建setmap import的话 我们后面再讲 中间这一列 中间这一列 所以在setmap列表的话 你点这块是没有反应的 你必须点入到某个setmap里面 我点一下 点进去以后 点击中间一个setmap 它才会出现这么多选项 大家看一下 这些选项 第一个select 是显示select的列表 点击select 因为它本身一进来 就在select的列表里面 所以我们点击的话 还是进入的 我们edit 然后如果要返回的话 可以点击这块 点击select 它就返回到这个select列表了 第二个select的数 表示我们查看select的数状结构图 我们点击试一下 这个一个root 这个title i root 表示根选择器 每一个 每一个setmap都会有一个root选择器 就像我们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 你必须装一个操作系统 它才能运行 就是最最基础的一个文件 你就像root 大家不用理会 就知道它必须有一个root 你键的每一个select 都是它的i字 大家看这块也会出现一个root select的数可以让我们 我们现在的结构比较简单 就是root 然后edit root title i the title i 就是我们取得select id 我们可以看到root 现在就有一个i字 虽然我们现在比较简单 看这个select数没有什么用 但后面如果复杂的话 root可能会有多个i字 i字也可能会有其他i字 我们到时候用这个select数就比较直观 第三个edit 就是在setmap的这个界面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要改 setmap名字或者starturl 的话可以这么操作 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要抓取时候的 那个开始抓取程序 brows 浏览抓取结果 我们点击brows 看它会 这块就是一个浏览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抓过一次了 所以说如果你不清理浏览器的缓存 你任何时候你点击brows 都会都会看到之前抓过的这个结果 结果 import setmap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最后一个export data and csv 这个之前讲过 就是将我们抓取到的这个结果导出到本地电脑 看我们一点它会出现一个下载的按钮 我们点击它就会将csm文件下载到本地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完了 大家可以下去根据PPT 在自己熟悉一下 我们下节课会将抓取 另一个抓取 页面的这个链接 因为我们点击链接它会跳到文章的详情页 我们抓取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就有办法抓取这个文章里面的文章详情了 OK enfin 时间来 arm 这边 那么 Formula 我们下节课会